超费已久的会员终于开通啦 想要成为更资深的卡路里吗 那你可以依照自己的时量选择这样的等级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会员的好康资讯 那就赶快点开下面的加入牛 还有资讯栏的连结 快点成为我的卡路里吧 好 那我们的影片就准备开始咯 我有来过这边吃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少来吃 有唯一唯一一个小少少少的缺点 用外 它真的很好吃 我超好吃的 这个甜点 我告诉你每点直接后悔 哈喽大家好我是Lolo 应该已经蛮多人拿到五倍券了吧 蛮多网友跟粉丝都问我说 欸Lolo你到底五倍券要怎么花 毋庸置疑的就是我一定是花在吃的上面 这一次因为拿到五倍券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吃好料的 其实原本新S3 它在14楼或是几楼 都有开一些新的店 像什么虎三桶 然后我也没吃过 我想说好啦 那我这次就把五倍券给它砸下去了啦 就是我就来这边开箱六家 为什么是六家呢 因为我就想说 一次帮大家开箱 大家也就不用分很多集看了 有没有超贴心的啊 超贴心的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呢 就是对原摆新S3不太熟的人呢 就可以看这一集 而且如果还没有吃过虎三桶 或是其他餐厅的人也可以看哦 除了五倍券之外呢 刚好赶上他们的周年庆 所以呢 在原摆新S3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美食之旅 Let's go 好那我们来到的第一家呢 是信誉原摆A13的虎三桶 然后我前面呢 摆的呢 就是虎帅双人套餐 那这是他们的肉盘 然后以及我前面这一堆 像是他们的 诶 鱼板汤 然后小菜 这个圆形的小菜啊 是可以续的哦 然后这是这个套餐他们的前菜 那就是没办法续 这个呢是麻药扭蛋 还有安州辣海鲜 这就是他们这一次套餐的前菜 那我们可以准备开始吃我们的前菜咯 那虎三桶呢 它最主要是有很多的套餐可以选择 你可以单点 你有一整个set 还会有专人为你烤 所以你就不用想说 啊我要自己烤啊 会不会烤不好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整个服务都蛮周到的 好那我们第一个要吃的是 澳洲和牛 好嫩哦 嗯 好嫩哦 它里面呢有的是那个鲑鱼卵 然后还有干贝啊 海胆 以及蟹膏 嗯 好好吃哦 它的鲑鱼卵是甜的耶 这个可以点耶 很好吃 接下来是我们的后切牛舌 就是那个牛舌的那个炙烧的味道之后 带一点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 那个肉汁啊也都嗨错在里面 因为后切牛舌有的不会切成像这样子网隔状 这样子的那个受热我觉得是很均匀的 好那接下来是牛肋条 我最喜欢这种颜色了 就是三分熟 你要吃好吃 真的不夸张 谢谢表情 炭烤过后的味道超香 那个油 Oh my god 好那他们的甜点已经上了 因为我喜欢冷热交替吃啦 那这两个口味呢 一个是比较纪别性的 另外一个是比菲多口味 是他们一直都会有的哦 嗯 很好吃 好来到了我们的尾声 就只剩下猪母花肉了 其实我之前是有来过的啦 因为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什么食锅拌饭也都在套餐里面是没有 就要额外单点 所以我觉得 你除了点一个套餐 对有些人可能吃不饱 那你就要在额外单点某些 像他们食锅拌饭 或是什么食用纸粥 那而且因为他这里啊 是在14楼 我觉得风景一远望去 真的是一览无遇 然后看出去 觉得心情很好 嗯 吃饱了 好那我们可以准备再去第二家 我们来到的是第二家台式快炒 那这一家其实我也有吃过 好那我要来吃这个菜煲 玉子烧 我看到满满的菜骨了各位 好特别喔 它的调味 完全带一点我们自己台式的味道 你知道吗 好我刚喝太多饮料了 我好冷我要来喝汤 很好喝耶 然后我来吃一下他们的猪肚 其实这一碗很对我胃口耶 好啦 这一个一定要介绍一下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了 它上面就是满满的蒜软 虽然说呢这一家叫快炒 但我觉得它吃起来有点像和菜那种 我觉得好的就是他们有很多自己 重新调配过后 然后跟台湾人的口味做结合的一些菜 喔这烟熏味 嗯 好甜 看它凝嘴喔 搭一点烟熏味之后呢 又有点甜甜的 那如果你是属于大家庭式的啊 然后有那种烟烟奶奶啊 就可以来这边一起点一个套餐 然后盒菜 你也可以吃到满多满多不一样特色料理 好 那我们可以接下来准备前往第三家咯 Let's go 那我们第三家来到的是原买信义A13的续集 我有来过这边吃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少来吃 有唯一唯一一个小小小小的缺点 就是它的动向 一条线到底 然后你要拿东西要再走回原味 但是不得不说 它们的汤是我喝下来最喜欢的 那我们就准备开吃 这个呢就是它们的生鱼片 其实一家buffet就一定会有生鱼片 去集算是一个日式料理的种类比较多样的 蛮多人都推这一家 然后像这个是一定很多人会去排队的 就是它会有干贝 然后大虾 然后还有什么鱼啊猪啊 然后呢他们有名的呢也有这一个 烏叶牛排 那个牛排的味道会沾上一点那个叶子的香气 哦好嫩 蛮多人来这里一定会点 真的就是直接把帝王蟹然后放进去 那这一碗呢是我来这里一定一定会喝上好几十碗的汤 就是蛤蜊汤 然后它的蛤蜊都非常非常的大块 来到我们最后一道 登登 登登登 明太子守雨仙 这就是鸡翅然后它里面包覆着满满的明太子 你一咬下去呢就可以吃它里面 吃起来那么味道就有点西胃粉然后拉拉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蓄姬它好呢是好的在它的环境啊 給人家很舒適的感覺 然後又很日式 而且飲料也蠻多樣化可以選擇 他們的主食好像比較少 如果就是你們自己是本身會喜歡 任何料理都會搭配主食的人 可能續集就會比較少 你們要斟酌一下 但是我覺得以所有的綜合品質下來 我覺得續集真的蠻不錯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準備去第四家 好 那我們第四家來到的是泰式料理店 那它就是位於在 遠百姓A13的月月泰式喔 那我們就一邊吃一邊跟大家逐一介紹 那這個呢是串燒拼盤 那它就是有五種 像有豬肉 雞肉 牛肉啊 還有海鮮跟玉米 它這個牛肉上面呢 有這種鍋巴餅乾 然後增加它的口感 那我們來吃吃看喔 他們的肉啊 非常有當地那種調味 那我們絕對絕對不可以忘記的 就是他們的薑黃飯 那他們的飯呢 帶一點淡淡的薑黃味 然後吃起來不會覺得很奶 好 那我們吃一下喔 好脆脆喔 跟我們平常吃到的超級不一樣耶 我真的知道為什麼它叫蝦朱絲 因為它底部呢就是薯絲那種脆脆香香的麵包味 然後中間那個蝦呢 塞得超滿 那我要來喝他們的這杯飲料叫做柚香莓果 欸真的淡淡的柚子味 有點像氣泡底 好特別喔 欸我第一次看到綠甲林裡面加的是這個腸豆 而且我覺得它的辣很香 欸我真的直接在圓擺信義A13 然後想吃什麼都會有什麼 欸其實很好吃耶 搭在香黃飯真的超香 吃一個一咬下去都是驚奇的味道 它帶一點那種青草的香氣 文綺你跟我出來吃香喝辣 你有吃飽嗎 我吃第二斤就飽了 這麼軟 它這個真的很好吃 超好吃的 這個甜點 我告訴你 每一點直接後悔 那我們大概這一輪都已經吃得差不多了 因為我這一家其實是沒有來過的 建議就是一定要點到什麼 我自己真的覺得這個甜點 完全完全超對我胃口 尤其它那個椰子冰淇淋 我告訴你 就算你可能不想吃其他的東西 OK 椰子冰淇淋把它點起來就對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準備去第五家店囉 Let's go 好 那我們來到的是第五間 Cooper's 那它位於在圓擺信義A13的14樓 它蠻特別的耶 就是它裡面有一些 就是可能活動 或者是文化 就是蠻符合美國一些的餐廳會有的 這間店 喔 它就是標榜那個辣妹來幫你來吃 那因為呢 像是這種美式餐廳 他們一定有漢堡啊 牛排或是什麼的 那我們就點比較 知名一點的 像是我們這個QQ的德國豬腳 還有這個BBQ烤雞翅 以及以及這一個蟹肉泥腳與鮭魚起司球 那我們就來吃一下 其實它就看起來有點像那種雜餃子啦 也太特別了吧 很像是馬鈴薯泥 然後裡面那個野菜沙拉之類的 而且他們的起司好濃郁喔 很好吃耶 認真 他們每一個裡面的東西都不太一樣耶 它就是鮭魚跟墨西哥辣椒 那個有點微辣微辣的 綜合在一起之後 我覺得很香耶 好 再來呢 我們就來吃他們的德國豬腳 他們就是真的是QQ 跟它名字一模一樣 然後完全不敢猜 再來是他們的BBQ烤雞翅 其實我不太知道每次的烤雞翅是怎麼樣 就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炸雞翅 我真心真心推薦大家 我真的覺得可以點那個 蟹肉泥腳與鮭魚起司球 它是真的很好吃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到最後一站囉 Let's go 好 那我們最後一間來到的是中式的 四川無超手 它一樣位於在 遠百姓意A13裡面的四樓 這邊的場景設計啊 是比較像那種台灣老街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坐在這裡呢 整個氛圍都覺得 很像是回到過去那個年代一樣 那我們就可以跟大家一邊吃一邊介紹 第一道就是紅油超手 它是完全的那種素肉紮實感 而且你一吃下去呢 那個紅油味很香 然後整個是在你的嘴巴 都是有點麻麻的 我覺得它麻比較多 烏梅汁 好喝不酸 然後帶一點甜 因為它這裡的菜都偏辣 其實是喝一下烏梅汁 我覺得很解辣 而且又很解膩 一般來說我們會把它當成一盤菜 可是沒想到它居然給我這個餅皮 Everybody Let's go 出奇的好吃 它的麵皮帶一點那種麵包 那個越嚼越香的那種甜味 尤其它的四季豆炒得真的很香 接下來我們來吃的是 成都水煮牛肉 如果它這一道也是麻偏多 就說明了這一家熱愛麻 雖然說麻辣兩個字 但有一些人是偏愛麻 有人現在是偏愛辣 來喔 麻 很多人會覺得說 啊這樣子調味會不會太重或什麼 我告訴你 我那時候剛過去廈門的時候 真的每一天它都是這樣子的味道 它牛肉算嫩的 然後最主要是吃它的那個調味 辣的感覺 再來再來呢是我們這一道 藤椒鮮魚片 還有看到上面的花椒囉 魚也非常嫩 很好咬 然後很Q 有點接近水煮魚的概念啦 好 那我們最後一道是老皮嫩豆腐 它怎麼搞得像紅油嫩豆腐啊 我沒辦法判斷它辣不辣 因為我前面的東西太辣了 但是我可以很確定的是它的味道 有點像用香油去調味 然後中間有點布丁豆花的口感 其實滿特別的耶 那這一家呢除了就是有葷食之外 它們還有素食 你也可以提供給就是吃素的朋友 好 那如果來到這個 四川無超手這家店呢 我真心一定大推 就是這個乾扁四季豆 它一定要搭配它的麵皮 不是單吃它喔 搭配它的麵皮之後 真的爆幹好吃耶 OK 那我們今天整個 圓擺信義A13 這六家餐廳全部被我攻略了 好吃的也全都收納在我的口袋裡 大家就是看這一集準沒錯 韓美中日台泰 你看 六個 除了義沒有啦 幾乎該有的都有了對不對 那這一次呢 就是我自己是個人認為 有一些它們的餐點 推薦的可能就是它們比較熱門 但是剛好不符合我的口味 但有一些我覺得是我喜歡的 我有趕快把它去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告訴大家 那這一次呢 最主要就是來消費五倍券 就是你可以帶著家人啊 吃喝玩樂就是來逛街的時候 可以來到圓擺信義A13 因為到時候呢 就是大家看到影片的時候 已經是它們的週年慶 就是你在其他樓層啊 買一些服飾或是飾品什麼 然後滿額就可以送東西嘛 逛累呢就可以到處吃吃喝喝 雖然說有一些餐廳它的價格小貴 但我覺得它的CP值還算OK 好 那這一次的圓擺信義A13 就推薦給你們啦 那大家記得就是一定要收看我的影片 然後把它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那如果呢就是想要了解 更多圓擺信義A13的資訊呢 在底下說明欄也都有 我就會幫你們附上連結 好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跟你說我今天 我今天在等博子來的時候呢 我就在八樓逛 然後就看到一個熱水壺 然後我就買了 我就寄回家了 妳啊 妳是寄回家啊 我問他說你有在寄到家裡的 他說有 然後我就買了 你是衝動行購 我才 我來 我跟你講完 你說你到了不到十分鐘 你就買一個熱水壺 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媽說 她想要買熱水壺 啊 妳覺得剛好看到 常識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